昨天我看到一个列表 就是在美国的企业里面做CEO的印度人 一个很长的列表 那个世家史哥 比如说谷歌的CEO 微软的CEO等等等等 可能不光是IT企业 也有其他的一些奇迹 有些名字我都不太熟悉 没听没看到过 非常出名的我们知道 其实早些年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说匹柴是吧 是谷歌的CEO 印度人印度裔 然后微软的副总裁好像是 但是现在他的总裁也是 CEO也是印度人 其实有很多很多 那来自于中国大陆的 我所知道的可能是零 在美国这种大的企业里面 他能做CEO的是零 但是算上港澳台的话 这数还是零 所以说可能 也许跟华人的文化基因相关 不只是说中国大陆的教育 可能是这样的 但是我只是 就是我没有这个统计的是个数据 但是我可能感觉到是这样的 就是给人这么一个印象 我们知道是台湾也有一些大的企业 是吧 一些很牛皮的台湾人 台湾的企业可能是比较特殊的一个 但是在这个列表里面 就是说台湾人在 在美国的大的企业里面 一大巨大的企业 或者是IT类的企业 能做到CEO的人 是也是没有的 大概 就很早之前是一开赋 一开赋跟CEO的距离 十万八千米 中国区的一个 委员总裁是吧 他离比尔盖茨 不是比尔盖茨 他现在具体做CEO这个职位的人 差距不是说 差一级啊 一级两级 差很多级 这个现象就是 这个现象很有意思 也有一些人做过分析 他觉得 这现象非常残酷 就是说你说 比不上美国人 比不上欧洲人 做不到这个职位 就是来自中国 或者来自中国大陆 或者来自港澳台的 大中华区的中国人的话 你比不上这些 纯重的白人的话 还可以理解 可以接受 但是你说中国人很贬低的 印度人 把印度人叫阿三什么的 但事实上 他比你也好痛太多了 是吧 他印度裔不光是比华裔强 他比所有的族裔都强 可能这样比的话 他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 可能 不好分析印度裔的优势是什么 但是说华裔的中国人的 劣势是什么 更容易看到一些 更容易看到一些 比如说在硅谷 有大量的中国籍 中国裔 华裔的工程师 最喜欢做工程师 在硅谷做工程师的 最多的两类人是 印度裔的工程师 和中国裔的工程师 而且在那个地方的工程师 中国的工程师 可能来自于中国的名校的比例 非常非常高 就是清华校友会的人 我忘了当时他说是 超过一万人 还是超过十万人 可能一万人吧 也许 就在硅谷这个地方 湾区这个地方 然后还有很多985 其他的高校的 毕业的 学计算机的 做马农的 但是早些年 就明显有这样的现象 比不过印度裔 但是从职位上 中国人喜欢做领导 从职位上来比较 早些年就非常明显的趋势了 就是说 好像感觉中国人做工程师还可以 做领导就风暴麟角了 就很少 做到更高级 就是做CEO那种 或者说 不光不是CEO 就是说在那个 最高那个层级的 就很少很少 就几乎就没有了 它的原因是什么 我 听到一个工程师的分析 他说 他说华人和印度人 有两个特别大的区别 有一个特别大的区别是 就是 等到他碰到有机会升职 或者加薪的时候 华人可能会选择加薪 有一个更高的薪水就满意了 但是印度人他很喜欢说升职 因为你可能升职了你薪水并不会变 对吧 他会优选升职这样的一个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 印度人他抱团 比较团结 等他做领导 他会招人 他就会招印度裔的人 这样子 然后 他再招来的小老弟 就是说可能会跟着他 捧着他往上走 大概是这样吧 就逐渐就形成一个 这么一个 他的一个团体了 那你想想说 在你公司那边 你的印度裔的人很多 对吧 又很团结 那他做领导的这个是吧 他可能就往上走 但对中国人来的话 可能就是单打独斗 这是一个来自于工程师的解读 我觉得这可能不是主要的因素 我觉得主要的因素 可能是说中国人 我们可能注重于学习 很多人觉得说中国人的学习 就是说书本上 来自于书本上的 就是说被动的学习这种能力 是比较强的 所以说他做技术的话 可能就是说是对 技术 你让系列的技术这个范围里 还是比较简单的 是吧 跟人打交道的能力 他就 我觉得啊 不管是名校还是普通学校的 都很差 都很差 而且大家还意识不到这个缺陷吧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缺陷 对吧 咱们说的 严格意识上说的书呆子 可能说你局限在这个 做这个 就是说 做技术的这个范围 你去做这个 但是印度人的话 他可能 会局限在这样的一个 实际 事实上说 我觉得中国人 一个鲜明特点啊 就是说 不只说你跟美国人比啊 跟欧洲人 西方人比 有这么一个特点 几乎跟所有的人 中国之外的人 几乎是 都有这么一个特点 就是说 我也非常喜欢跟外国人聊天啊 不是聊天 就是跟他辩论啊 什么之类的 嗯 因为 我觉得这个思维的培养啊 就是中国可能有一个 特别明显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 来自中国大陆人的思维都比较像 就是你跟他辩论的 结果就是成了台杠了 但是如果你跟西方人啊 美国人 欧洲人 甚至南非的白人 我认识很多很多外国人啊 就是说我跟他聊天的过程中 他们都有这么一个特点啊 就是说他可能会基于事实 基于一些判断来跟你辩论 来跟你交流 但中国人的话可能 就会很快就走上了一个 台抗的一个趋势 就是这是没有一个 一个是没有营养的一个辩论 对吧 台杠能说服谁呢 对吧 实际上是 我们说辩论的时候 他们相互说服不了自己的 但是说 看辩论的人 可能能看出来一些 随便会明白这个事情 是吧 我觉得啊 就中国的 中国的教育 可能会导致这么一个 就是说 我们 可能 比较少的在逻辑上 对事实上的 一个判断 对吧 就是说 佩安的你这么一个能力吧 可能是比较明显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 你能看到网上一些言论啊 也是啊 他表现了这么一点 就是说 因为我看见 石胜利的节目 是吧 或者说一些小粉红的出现 就是说 你能看到说 你没法跟他讨论啊 就是说 寄予压奖 这么一个状况 简体中文网 可能是出现 逐渐生成这么一个趋势 那我想说 去了美国的中国人 他基本上 他可能还在这个 也在这个范围之内啊 也在这个范围之内 就是说 某种意义上来说啊 他的思维不是那么的健全 他比事物的一个判断 对吧 他比事物的一个判断 他没有这么 经过这么一个 系统的一个训练 所以说 他很难做到一个 比较高的一个职位 以前前学生 前学生质问 是吧 是说前学生 前学生见 哪个总理的时候 文家宝还是谁 好多年了 说是 为什么在新农国之后 说我们培养普通的 一流的科学家 事实上 不是说 中国培养普通的 一流的科学家 中国连一流的工程师 也培养普通的 中国的足球 你可以看 足球在目中的侧面 侧面面向了各个行业的现场 世界上 只是说 在竞技体育 北面打的 比青连肿的时候 你能看得到 对吧 我们看到说 我们这边的南郭先生 有多少南郭先生在那混 对吧 装逼呢 他跟你说话 他还在那儿 实际上说 做技术也是一个是吧 就是你掩藏不了你的 你的这种南郭先生的本质 但是他还在装逼 来过来跟你说 是吧 大概是这样子 我觉得各行各业实际上 都跟中国球是类似的 还有另外一个现象 就是说早些年的时候 我忘了是哪个大学 就是美国的一个大学 就是说他们有个决定 就是说他们可以 我先说结论 他们说会逐渐降低 就是说 招熟中国的学生 或者华人的学生 不光是中国 不光是来到中国大陆 因为他们是一个 我不好意思 我提升的大学的子民 你不知道他名字了 他是一个 在经济学方面 很牛逼的 就可能是顶尖的 那几个大学之一 因为他们基于一个事实的判断 说是 为什么要降低 这个来自华人的学生 因为他们的博士 他们的 学经济学的博士 毕业之后 我们知道博士 可能在美国毕业之后 也是去做大学 大学当的老师 说 华人的学生 很难在top ten 前十名 经济学排名前十名的 在美国高校里面 找到教职 甚至 甚至 和毕露异的学生比 都出于明显的劣势 我们知道说 即便是纯去做学术 也是有劣势的 实习上 这就是 我想说出于劣势的因素 可能有很多很多 有很多很多 而这些是可能 华裔可能是对教育很重视的一个民族 对吧 但是说对华裔可能 关注不到的一个重点是什么 就是我们呢 对孩子的培养 是吧 可能缺乏了什么东西 不止学习 学习之外都缺了一些 还有一些人说过 就是有一个叫 就是 一个姓吴的一个 他是 我就说这个现象吧 就是说他观察到中国 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啊 他自己本身也是啊 他就是早些年吧 可能八几年吧 他毕业去了美国 他还对中国学生的建议 是吧 就是说 来自中国非常优秀的学生 是吧 可能清北啊 或者说其他的学生 非常非常优秀的学生 他说他建议他们是 就是不要去美国最一流的 最顶限的这些高校 因为 我们中国 来自中国最优秀的学生 跟人家最优秀的学生比的话 会处于明显的一个劣势 他说你去这个 次一流的 你在那里面还有很多竞争力 我们看这个 但是我也不知道说是 最一流的学生 最顶限的学生 跟人家差的是什么 是吧 可能这就是 这个因素啊 就导致了 他在 比如说 他可能 去做管理者啊 他进入不了 最顶限的这个行列 比如说哈佛是吧 哈佛找学生的话 他是按照 行业领袖来培养 因为 他的学生各种各样 是吧 他不只是 书本上的知识学习的好 是吧 而是说 他培养的是 可能商业领袖 也许是其他的领袖啊 就是说 他这个学生 表现出的能力 是各方面的 但是来自中国的学生 可能只能是在 书本上的知识 学术上的知识上面 可以跟别人相提并论 可能别人有十项技能 对吧 但是中国可能只有一项 一两项 可能可以没人的相提并论 其他的 你就是参集人一样 所以说你达不到这个 这个临近的人 这个人才 这是我 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我把这个 CEO的列表 可以列到这儿 你可以看看 中国是不是跟别人有 巨大的差异了 已经 不是 你 就 他 他 你 他